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六日谈及美军从叙利亚撤离安排 采言这需要满足特定条件 包括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再续谈于势力 以及确保美军在叙利亚的库尔德盟友得到保护 博尔顿当天访问以色列 媒体解读 博尔顿这次以色列之行 由于就特朗普撤军决定安抚这一盟友 特朗普去年12月19日经由社交媒体推特宣布准备撤军 后续对撤军仪式改变语气 强调美军将缓慢撤离 仍将轻搅伊斯兰国残余 博尔顿说 美军撤离还没有明确时间表 美方希望实现在续行动目标 从而满足撤军条件 这些条件包括根除伊斯兰国残余和确保护尔德武装得到保护 美联社报道 博尔顿上述说法是美方首次公开确认撤军减速 特朗普撤军决定先前遭遇美国政界和军界不少人公开反对 促使时任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辞职 就美国在叙利亚盟友库尔德武装 博尔顿说 特朗普明确表态 不愧让土耳其杀死库尔德人 他们曾与我们一起作战 博尔顿便于7日动身前往土耳其 外界一期 擦戒时将施压土耳其 要求土耕不要进攻叙利亚库尔德武装 库尔德武装限控制超过4分之一叙利亚国土 包括叙利亚与土耳其和伊拉克接壤的北部和东部地区 土耳其把叙库尔德武装 视为土耳其境内库尔德分裂势力在叙利亚的分支 把他立为恐怖组织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顿 去年12日一度声称 土耳其将东扩战线 进攻叙利亚又发拉比和以东的库尔德武装 特朗普宣布撤军后 叙利亚库尔德方面证实 已经以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对话 商议如何填补美国撤军留下的空削 同时寻求保障自身利益 博尔顿说 美方要求库尔德盟友兼并立场 不要向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求助 同时 美方认为 土耳其不应当发动 没有得到美方同意和充分协调的金势行动 美联社援引博尔顿的话报道 美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邓福德 会继续与土耳其方面磋商 陈利希 新华社专特稿 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梯 非多卢定桥 中国革命史上的不朽篇章 新华社记者梅世雄 泰国上将杨成武晚年回忆说 打过这么多仗 最惨烈 最悲壮的 还是非多卢定桥 1935年5月 一道天然形战大渡河 横跟在长征中的中央红军面前 大渡河水流湍急 两岸是红山峻岭 只有一座铁锁桥可以通过 国民党派重兵守卫着铁锁桥 这座铁锁桥 就是卢定桥 能否夺取 关乎着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 战争亲历者 到红军唐进新生前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他当时是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 第二师第四团次联星年诈使 1935年5月27日清晨 红四团在团长王开箱 正位杨成武率领下 从大渡河西岸的安顺场出发 向罗并桥奔袭 军委宪令三天三夜赶到 唐进新生前回忆 对红军来说 三天320多里路并不算多 但都是山路 还要不停的打仗 有时 我们必须弯腰挪步 从锦荣一人的绝壁间穿过 唐进新说 一路急行 驾桥 打仗和绕道 第一天只走了80多里 第二天 军委又来急电 限29日夺起卢丁桥 就是说 我们一昼夜 必须赶240多里 唐进新说 虽然此前他们曾创造 一昼夜行军160多里的记录 但这次大家都觉得压力很大 路上还有敌人 条破大雨下个不停 摸黑行走的唐进新 和战友们行军速度非常慢 伸手不见五指 加上鸡肠鹿鹿 又都是迷命小道 我和战友们一个个被零了个头 那次急行军 是我这辈子所有行军中最紧张 也是最艰难的一次 被案敌人也在连夜更远卢定桥 当成五大胆决定 连袭伙伙伴 你刚刚被消灭的川军翻号迷惑敌人 碰到敌人 就由下一部分人打仗 别的人继续跑步前进 唐进新说 29日六时许 红四团赶到卢定桥边 并占领西桥头 这是一座有十三根铁锁横拉两岸的铁锁桥 红军赶到时 川军已把桥上木板抽掉了 只剩下嫌黑冰冷的铁锁悬在那里 桥的那头 又有敌人把守 当部队选拔突击手时 唐进新马上就报了名 但是没被选上 他与所在的四连的战友们 被安排负责往桥上闭木板 唐进新生前回忆 二连连掌要大猪 等二十二人组织的突击梯队 踏锁夺桥 三连跟着 边冲边铺木板 一连打掩护 总共在下午四点开始 团长和我在桥头指挥战斗 当成五声前回忆 弦团的四号员集中起来 吹起冲锋号 所有的武器一起向对岸敌人开火 金号声 枪炮声 哈沙声震撼山谷 据阳成五声前回忆 战士为小三最早牺牲 从桥上脱手落入河中 接着 中了弹的刘大贵 也趴在铁锁不动了 紧跟着 刘大贵落入水中 不料对岸燃起火来 铁锁稍得发烫 冲在前面的刘金山 始终抓着铁链 手臂下的疤痕 正是匍匐在铁锁上套下的伤痕 子弹摆的铁锁叮当响 有两名突击队员掉下去了 我站在西桥头 不停的把手中木板递给三连的战友 藏进心声前回忆 红四团英勇的躲下了卢定桥 中央红军主力度过了大渡河 新式科学院军队 证据工作研究院副院长马卫房说 被夺卢定桥充分彰显了 红军将是英勇顽强 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粉碎了蒋介石借助大渡河 天显消灭红军的美梦 是中央红军长征中 一次重要的战略作战行动 和取得的又一次决定性胜利 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不朽篇章 伊朗海军最新服役的 萨汉德号驱逐舰 环球网军事1月7日报道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 萧1月6日西 伊朗国防部称 今年3月 伊朗舰艇将前往大西洋美国海岸 进行战斗执行 执行任务的时间 可能需要5个月 取决于路途远近 伊朗海军付赦说 伊朗海军还说 新舰进入大西洋 只是个财制措施 是为了回应美国舰队进入波斯湾 据悉 这支远航舰艇编队 包括伊朗最先进的驱逐舰 萨汉德号三汉 2018年12月1日 以美国约翰斯坦尼斯号航母为首的 美国海军舰艇集群进入波斯湾 除了约翰斯坦尼斯号外 参与此次行动的 还有多艘美国海军巡洋舰和驱逐舰 还有一艘进攻型核潜艇 华尔街日报称 这样做事为了证明德黑兰的实力 环球网报道记者江惠敏 日本首相安倍近三日前发表新年感言 称日本将领埃律史转折点 有日媒指出 2019年日本外交的最大焦点 便是日俄和平条约谈判 此外 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 及改善冷却的日韩关系 也是日本外交面临的课题 时事通信社1月2日报道称 安倍拟于本日21日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 双方去年11月 就加快以1956年签署的日苏共同训练 为基础的和平条约谈判达成一致 安倍转换历来的方针 寻求先行反环15 此大两岛 由于普京将出席今年6月 在日本大阪举行的20国际团计二联峰会 安倍计划届时就条约谈判问题 取得具体成果 但报道也指出 俄罗斯在南岛的主权上牵制日方 双方围绕岛屿问题的谈判艰难 报道表示 安倍希望通过深化与俄罗斯 在远东地区的经济合作 打开谈判的僵局 但日本政府相关人士认为 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俄罗斯得将南岛归还日本后岛上 设立驻日美军基地保持警惕 要求日本做出不设立承诺的情况下 日本将在俄美之间左右为难 而安倍日前接受该国电视台采访时 就驻日美军车与俄罗斯绝备敌对 另外 日本在外交上还面临着解决朝鲜 绑架日本人问题这一策题 时事通信社认为 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二次美朝首脑会晤的结果 多数看法认为 日朝首脑会谈取决于美朝磋商 为避免绑架问题被搁置 日本将维持与美韩的紧密合作 在对美关系方面 报道指出 还被希望利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私人关系 坚持日美间的良好关系 日本正在讨论邀请特朗普 在日本新天皇5月份即位后作为首位国兵访问日本 另一方面 日本将于1月下旬启动货物贸易协定TAG谈判 预计双方届时将展开激烈的交锋 报道还将日中关系与日韩关系进行了对比 报道称 相比中日关系回到正常轨道 日韩关系在韩国最高法院判决日期向原劳工提供赔偿 韩国政府宣布决并且在位安妇财团 日本称韩国舰品用火空雷达照射日本巡逻机等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下 于2018年10月以来急剧热化 报道称 日本人希望韩国总统文在寅能在2018年访日 但这一日程 目前丝毫看不到迹象 双方似乎将继续目前的焦灼状态 日本2019年还将承办计20峰会 第7G非洲开发会议 TICAD 并将于10月举行新篇皇级位的相关仪式 现时 日本将接待众多未参加上述活动而访日的其他国家元首 海外洋人 报道称 2018年的G20峰会宣言 为显入反对保护主义 2019年的G20会议 是否会就推进自由贸易释放有效信息 将考验安倍的能力 XVU.PLOS 7500.21 环球网军事12月20日报道 俄罗斯恐确实设计局局长 核潜品设计师弗拉基尼尔多罗贝耶夫 12月19日 在接受俄罗斯报台访时表示 采用模块化方法设计建造未来核潜艇 是俄罗斯潜艇设计师的首要任务 多罗贝耶夫称 多罗图潜艇在配套设备方面 实现模块化和通用化 可以让他们的使用大大简化 因为不仅可以批量订购备用零件备件 工具和附件 而且潜艇整个生命周期的成本也会下降 未来潜艇第五代和潜艇哈士奇也不例外 据多罗贝耶夫介绍 不仅是单独的系统 潜艇上根据功能划分的仓室 甚至潜艇的所有部件 都可以制成通用模块 它解释说 假设 它可以分为三部分 通用的手端 通用的尾端 而中间部分 可以根据不同的战斗载荷 需要进行变形或替换 有关第五代多用图和潜艇哈士奇的公开信息非常少 已知的是 该潜艇将搭载2011年2月媒体首次提及的 高时高超音速型航导带系统 此外 该潜艇使用寿命将超过50年 配备机器人技术装置 俄罗斯海军负责武器装备的副总司令 维克托布尔苏科曾表示 制造哈士奇集合潜艇 将被列入2018-2025年国家武器计划 SV-Badpos 7500D21 新华社贝鲁特12月20日电通信 扫雷破800纪中国副离文和部队扫雷在创新记录 王云龙已搏 监督员同志 地雷销毁前准备完毕 请指示 3 2 1 起报 随着现场监督员王云龙立生令下